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便朝着与文库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了 此时的皇帝大势已去 又因为正义之王的腐蚀而陷入了半昏迷的状态 而趁着这个机会 一个害虫 优术按照在皇帝下边的间谍维加展开了行动 假装为了保护皇帝带着其撤离了战场 那么剧情又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呢 本期视频我们便将讲天使军团下凡与恶德优术的决心 那么我们便开始吧 维加带着皇帝逃离了战场 不久后他们成光转移到了宫殿的最深处 在他的上边 那个只允许皇帝乘坐的座位 一个少年正肆无忌惮地坐在上面 少年名为优术 本应被敬藤杀死的人 而他的后边还站着一个梦幻般的美少女 勇者克鲁耶 真慢呢 维加 魔王利姆鲁是个极瘦的怪物 稍微动了点脑子才把他带出来 你这边呢 我这边也发生了大事哦 还好之前拜托了克鲁耶 万一我挂了的话就把我复活 不然可就真的死了 不过因为这个 能命令克鲁耶的次数只有一次了 优术一边做着夸张的动作 一边对维加进行说明 随后突然间他停了下来 拧着维加 哎呀 你这不是被人跟踪了吗 消灭点波 因为早已察觉到维加的可疑 利姆鲁他们便安排了莫斯观察维加 因此一直跟踪到了这里 不过 优术一击就将莫斯用来侦查的分身 给消灭掉了 真是大意不得啊 利姆鲁丧 优术无奈地摇了摇头 维加则紧皱眉头 很快 他们便更换的场所 来到了帝都的脚外 一个因为维六格林德的红链制肃清 而留下众多尸体的地方 优术他们的目的是利用这些遗体 以及排名前十以外的近卫骑士 一同做成召唤天使军团的素体 不过 这些人的身体实在太过弱小 召唤出来的平均等级只有B加级 就算是有100万具 对于魔王利姆鲁等觉醒魔王来说 都不够看 所以这一次 优术想要拿皇帝鲁德拉来做天使的肉体 如今的皇帝已经被正义之王服侍 再过不久就会决心 虽然比预定要早一点 不过优术已经做好了准备 在其召唤出天使军团之后 就将其控制 这里是 哪里 战况如何了 因为正义之王的侵蚀 鲁德拉直到刚才为止都处于呆滞状态 现在的鲁德拉几乎没有自己的意识了 陛下 您没事吗 微城十分的担心您啊 维加按照计划 对皇帝进行了预先准备好的说明 军队被摧毁 除了靖腾和达姆拉达以外的所有敬卫骑士被灭 随后 在维鲁格林德尽力拖延时间的时候 维加想着办法带着皇帝逃了出来 达姆拉达和维鲁格林德他们还在战斗嘛 那么 在为时已晚之前 必须要去救援 准备召唤天使 可是 陛下 维加假装担心皇帝的身体 而去阻止他 但头盔里的他却露出了恶心的笑容 他实在没想到 居然会进行得这么顺利 然而 这个想法有点太天真了 这样做我可很困扰呢 对了 已经没必要救援了 因为 那些人 全部都已经死了 维加的矮边响起了甜美的声音 维加完全没有察觉到任何气息 但很快便感受到 自己的脑袋传来了与枪口接触的感觉 等 等一下 你这家伙居然敢妨碍我 就在恐惧中尽情地后悔去吧 愿皆恐咒富裕 与纤细的少女之手完全不相符的 大口径手枪喷出了火花 那是如恶鬼吞噬灵魂般的 无尽的恐惧 对人精神攻击的最强无法 因为这一季的缘故 维加的身体被诅咒侵蚀 灵魂也被永久的无间断的痛苦所穷尽 不愧是恶魔中的大小姐卡雷拉 完全不给对方任何辩解的机会 当然 出现在此处的不仅有她 还有乌艾提玛 泰斯塔罗莎 以及魔王利姆鲁 当时莫斯做情报的时候 预留了两个分身 大的以及小的 这样一来 即便大的暴露了也没有关系 不 应该说 故意暴露给敌人 好让敌人安心 而利姆鲁他们 就是顺着小的找到了这里 哎呀 被抓包了吗 真不会是利姆鲁啊 优术依旧是一副毫无忌惮的 跟老朋友见面的轻松表情 妈妈 你看上去精神就比什么都好 对了 在临死之前 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还真是直接啊 利姆鲁 那能让我死得轻松一点吗 我是想这么做 不过你有点做过头了 如果你肯不抵抗 乖乖让我封印的话 我就手下留情一点 如何 天真 你还是一副老好人的样子啊 以自己的胜利为前提什么的 还是停止这种做法比较好哦 利姆鲁和优术 默默地摆好了家世 使得四周的氛围都紧张了起来 利姆鲁的目标有三个 夺回克罗耶 让卡雷拉和物外提马 完成杀死皇帝的愿望 以及杀死优术 但是 优术还控制着克罗耶 虽然有着将克罗耶吞食 然后让智慧之王解除控制的做法 但也必须要在优术命令克罗耶之前 做出两段 而另一边的优术 则为预料之外的事情 叹了一口气 这边只有克罗耶作战力 对手则有利姆鲁以及三柱恶魔 虽然不清楚他们的具体实力 但利姆鲁跟自己相当 或者在自己之上 三柱恶魔如果同时对自己出手 自己也必败无疑 开玩笑的吧 真是一群怪物 优术这么想着 如果现在命令克罗耶跟利姆鲁战斗 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克罗耶战胜利姆鲁 然后自己将克罗耶的能力夺走 但之后就会陷入一 因为利姆鲁的死 来抓换了米利姆对手的情况 怎么想都是亏的 如果能让皇帝行使天使军团的话 这么想着的同时 事态发生了变化 泰斯塔罗莎和卡雷拉在紧接着周围 只要优术做出什么奇怪的行动 就马上出手应对 而乌尔提马则跟皇帝卢德拉对峙着 这名少年给人一种病态的气息 可即便如此 其眼神中仍然闪烁着强烈的光辉 静腾和达姆拉打死了吗 维鲁格林德到底在做什么 开玩笑的吧 这样一来 鱼 鱼到底是为何 如同自言自语一般 皇帝鲁德拉不断重复着念着 先前的强烈意志也因此产生了巨大的动摇 不过乌尔提马并没有在意 叫做达姆拉打的人 拜托我杀死你 咱已经答应了 那个叫静腾的好像也有这个想法 不过他也在跟咱的同伴卡雷拉战斗的时候死了 两人都已经走了 你也可以安心地去跟他们相见了吧 乌尔提马轻松愉快地说着 这是乌尔提马的同情 也可以说是施舍 不再像至今为止那样去限制 而是以全部的意志来行使正义之王 即便是毁灭世界 也要回应自己逝去的部下的思念 那些一直追随着自己的伙伴 即便是到最后 在自己都已经被正义之王侵蚀之时 依旧遵循着自己的命令 那么自己至少也要像个皇帝一样 在这最后均临天下 只可惜 现在的鲁德拉 精神已经产生了破绽 想得美 红蛇死毒手 乌尔提马率先出手 然而却晚了一步 听从于的召唤 天使军团 将鲁德拉最后的灵魂之力吸收之后 天界之门被打开 帝都上方充满了神圣的气息 那是对魔族的纠集军团 最先行动的是优术 既然鲁德拉召唤出了天使军团 那它就已经没有作用了 优术的目的是从鲁德拉那里夺取正义之王 以此来控制天使军团 本来纠结能力是不可能被夺取的 但鲁德拉的能力并不是自己的 而是从新光龙那里借来的 而且现在鲁德拉的灵魂之力 已经被极度削弱 正是夺取的最佳时机 不好意思呢 利姆罗 看来是我赢了 只要在这里夺走能力支配天使军团 那就赢了 然而 哭哭哭 这个行动也在预料之内 完全没有感受到任何气息 潜伏在黑暗中的迪亚布罗 就趁着优术大意的瞬间进行偷袭 将其击飞 什么 居然还有一柱吗 优术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事已至此 已经很难有翻盘的机会了 真不会是你呢 没想到 最危险的人物果然是你啊 利姆罗 可以的话 我是想靠自己的力量来毁灭世界的 但是很可惜 我的话是赢不了你的 甚至可能连那边的恶魔都赢不了 早知道 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 就应该把你杀了他 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算了 这就是老天的意思吧 来做个决断吧 再见了 利姆罗 意外的 我喜欢上你了 不过是作为朋友的意思 优术突然说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让利姆罗觉得 是不是脑子被迪亚布罗打坏了 然而就在这时 利姆罗感到了一阵恶寒 快闪开 迪亚布罗 随后 以利姆罗多勉强才能反应过来的极限速度 优术用双手短刀放出了伸缩自如的攻击 迪亚布罗勉强地闪避 但也仅仅是闪过了致命伤而已 看着侧父出现的那条纤细的伤痕 迪亚布罗的笑容消失了 居然可以让我受伤 还真不容小觑呢 我才想表扬你呢 不过 不过 这个攻击只是优术的幌子而已 他真正的目标是让迪亚布罗闪开 自己好前往荒帝那里 卡雷拉迅速开枪射击 但全部都被优术的短刀击落 同时 优术将泰斯和瑞莎的魔法无效化 封印住乌外提玛的行动 虽然只有一瞬间 但已经足够了 过来 正义之王米加勒 优术的时候与皇帝接触 随后光芒填满了周围的空间 正义之王被夺走了 皇帝的脸发生了扭曲 撕裂灵魂的疼痛 让本来就已经坏掉的卢德拉 受到了更加严重的伤害 随后优术吓到了迷你 虽然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事情 但还在计划的偏引量内 平一去吧 天使们 来势汹汹的百万具天使 遵照着优术的意志 填满了帝都的伤空 原本在这里的十万具尸体 根本不够用 为了弥补这个空圈 那些居住在地独的善良的居民们 被当成了伙计品 住手 优术 这跟那些平民没有关系啊 利姆路大喊着 但优术只是面无表情的撇了一眼 仿佛在说这有什么关系 现在的优术非常的诡异 根本就不像之前那个表情丰富的人 还更像一个只考虑如何达成目的的人偶 硬要说的话 就跟智慧之王一样 没有感情 再见了 利姆路 利姆路想起了优术刚刚的话 明白了一切 就跟利姆路有着智慧之王一样 优术也有着相似的东西 不过 这个东西并不能理解人类的感情 而是一个冰冷的意志 仔细想来 优术的行动存在着诸多的矛盾 起初的他认真思考着毁灭世界的方法 结果 因为某些错误的行动 完全失败了 或许他本人也非常迷惘 苦恼着要怎么做 随后 在这迷惘的最后做出了选择 强行抠下了扳击 真是的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也可以找我商量的吧 随后 优术体内的某种邪恶的意志解放了 恶德不会迷惘 不会犹豫 不会放弃地将世界毁灭 不同于优术 已经完全算得上是世界的威胁了 将吃天使吃掉复活吧 卡加利 还有维加 听从优术的命令 卡加利和维加复活了 并且维加达到了能与觉醒魔王匹利的程度 喂 玩个游戏吧 如果你能阻止我的话就是你赢了 不能的话就是你输了 而赌注就是这个世界 日期就定在一个月之后 没必要给我答复 因为倒计时已经开始了 这是造物主优术最后的意志 单方面宣布之后 优术将克鲁耶叫了出来 下达了最后一条命令 找到机会就去当起义的对手 杀不死也没关系 不过不准你妨碍游戏 克鲁耶抬起头 仿佛想要跟利木鲁说些什么 但只能点点头接触优术的命令 利木鲁想叫住克鲁耶 但这里并不允许他这么做 如果他在这里跟克鲁耶开战 那迪亚布罗斯出恶魔 就要跟优术 卡加利 维加 以及百万天使战斗 怎么想都不现实 而且优术还有着绝对防御 王公要塞 不管怎么说 现在还不是战斗的时候 优术自顾自的结束了这场纷争 带着天使军团离开了此处 恐怕 是利用正义之王的权能 回到了天界吧 利木鲁陷入了思考 离游戏开始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必须要联络路米纳斯 莱昂还有奇异 这样的话 不如直接发起魔王响言 这之后 利木鲁妥善的安葬的罗德拉 继承了他的意志 守护着帝国的人民 随后 与各方完成联络之后 世界级规模的大战 天魔大战正式开始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本期视频小伴 还请点赞和赞那一波 下一期我们就直接开始 完全不一样的天魔大战 那么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